能是俗诚 意思也有四种 第一种是圆满的意思 能 圆满 没有确见过 他要有一点确信 他就不圆满了 能表圆满 第二种呢 他具德固 你看能 有固 固是心 我们讲一个语言的时候 像一个轮字 他有原心 第二个呢 他有福 福就是心 跟云周 跟外面这个轮子 他有蜘蛛 第三呢 他有王 王就是外面圈的轮子 靠地的 落地的这个轮子 叫王 他很圆满 看有心 有外面这个轮 当中有 这个 骨跟王当中的蜘蛛 在工具里头是 表示出他圆满 他样样去做 他不缺乏 这是具德了 这三个 那在佛法里面 他代表什么呢 代表 发生 薄弱 邂途 散得了 自信的散得了 发生 薄弱 邂途 第三个 有用 催泥火葬 佛法能够帮助我们 断烦恼 开 智慧 他有这个作用 我们这三种烦恼 见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都要以佛法的修行 才能把它断掉 所以他有催泥火葬 这个用途 第四呢 转动的意思 为从此向彼 就是从佛向众生 这是佛教导 从彼向此 从众生向佛了 众生慢慢向上提升 就成佛了 集从众生之佛果 所以这就是轮 运载的意思 你看这个轮 车要靠轮 从家地到一地 从一地又回到家地 来回运载 佛到六道里面 去教化众生 把众生统统回归到佛道 这些人成佛之后 又回去做众生 所以佛的教法呢 就用法轮 做比喻 所以佛家的标志 也就取这个做代表 这个意思 我们就懂得了 除这个之外 佛门里面标志很多 有用万字 佛胸口线的万字 三十二相之一 那是代表吉祥如意 净土宗用莲花 用莲花做标志 代表清净无人 所以佛门标志也很多 他表示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懂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